日线12今日关注 民政部等部门推五项举措 简化优化养老机构审批 国家外汇管理局高压打击地下钱庄 陕西西安患者命悬一线两家医院接力救治 浙江海盐警方千里巡回被拐母女 天人的很多 就是把人给传一下 就是害怕小孩找不到人 中好各位 欢迎您准时收看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日前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 民政部已经和发改委公安部等13个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 其中明确了五项举措来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的审批手续 通知中明确 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手续的五项举措是 一 简化设立养老机构的申请材料 申请人设立养老机构许可时 能够提供服务设施产权证明的 不再要求提供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二 食品经营实行先兆后证 养老机构从事餐饮服务活动 应当依法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后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 三 对养老机构环境影响评价实施分类管理 对环境影响很小 需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养老机构实施备案管理 四 取消部分机构的消防审验手续 五 支持加快完善服务场所的产权登记手续 对于新建养老机构或者利用已有建筑 申请设立养老机构 涉及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要通过守问负责 一站式服务等举措 依法加快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提供高效便捷的不动产登记服务 好 来看下一条 地下钱庄是一种特殊的非法的金融组织 有利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危害巨大 那就在前不久 广东深圳警方和山东警方 接连打掉了两个地下钱庄 仅在深圳警方破获的案件当中 涉案的金额就高达500亿元人民币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 在对当地企业的接受汇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 有六家企业的外汇收支交易集中频繁 跨境资金循环往复 在进一步检查了企业的贸易单据后 发现企业克隆了高仿的虚假提单 还编造了发货人收货人等 已经涉嫌外汇违法犯罪 于是将这一线索移交给了警方 警方发现这六家企业虚假贸易业务的背后 是一个涉案金额高达500亿元人民币的地下钱庄 于是外汇和警方联合出动200多名执法人员 在广东深圳 街阳 江西南昌 湖南一阳四地同时收网 无独有偶 山东警方在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的同时 也挖出了一个隐藏在背后的地下钱庄 近日发现有20多个省市的十余家企业和1000多人 通过地下钱庄进行过境内外资金转移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在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后 发现近五分之一是未按规定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 用于境外购买房产跨境投资等 这些资本向下的交易不符合现行国家外汇管理政策 因此有些人就选择了地下钱庄这个渠道以规避管理 此外还有超过六成是企业的跨境贸易 这里面有些是贪便宜 有些则是不了解国家规定 你只要是按照规定做业务 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正规的金融局办理 这些地下钱庄严重危害到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就表示 将始终保持对地下钱庄等违法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 有贪腐类的职务犯罪类的资金 也有一些是走私赌博 还有一些是贩毒这些违法犯罪资金 还有一些是贪图便宜 或者是图省市 还有一些就是完全是属于投机套利的资金 都在通过地下钱庄来非法的跨境流动 实际上已经严重的损害了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秩序 有的时候也对我们老百姓的欠身利益也构上损害 曹立群表示 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建立了大数据系统 可以对各种外汇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实时监控 以加大对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外汇局一直是对地下钱庄是从来都是保持了一个高压的打击态势 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同时呢我们也配合相关部门对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的上游的犯罪 或者是违法行为也进行严厉的追查 包括有一些是属于行政违法 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为了加大打击力度 2016年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反洗钱专业大队 全年破获地下钱庄案件64起 涉案金额2000多亿元 我们也在密切关注防止有人利用地下钱庄来洗白 这个资金的来源 冲击股市 债市 还有保险理财一下市场 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 在打击地下钱庄的同时 对真实合规的跨境贸易投资业务会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企业正常的外汇收支是有政策保障的 把目光转向上海 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窃取贩卖新生婴儿信息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员工韩某利用植物之变贩卖了数十万条新生婴儿的个人信息影响非常的恶劣 被告人含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二 被告人张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其余六名被告人因参与层层转卖新生儿信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据了解2014年初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韩某利用其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便利 进入同事电脑账户窃取上海市新生婴儿信息每个月大约一万条 之后韩某将这些信息以每月六千元至八千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张某 再由张某转卖给被告人范某然后再由范某进行层层转卖 截至案发被窃取和贩卖的上海市新生婴儿信息共计30万余条 主审该案的法官表示新生儿信息是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信息 该案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员工内外勾结非法牟利 导致近两年上海市新生儿信息几乎全部外泄影响十分恶劣 2月6号的晚上陕西西安的一名63岁的患者突发重病 心脏三次骤停命悬一线 那经过西安交大医抚院和解放军第323医院医护人员的接力救治 患者终于转为为安 2月6号下午63岁的赵女士突发疾病 被家人紧急送往解放军第323医院治疗 经过诊断赵女士大面积心肌梗塞 冠状动脉血管严重病变 引发恶性心理失常 在医生抢救的过程中 她的心脏三次骤停 病情很危险 就是情况不是很乐观 估计人可能就快不行了吧 解放军第323医院的医生对赵女士连续实施心肺复苏 由于患者病情依然危急 当晚9点 他们联系了西安交大医抚院的心外科医生紧急支援 而此时 西安交大医抚院心外科医生 颜阳刚做完一台手术 但是接到电话后 她一边组织团队和医疗设备 一边进行远程会诊 半个小时后 心外科的七名医生赶到了解放军第323医院 迅速展开救治 兄弟单位他们支持也很到位 我们同时呢 给她这个病人呢 进行了EICOM的一些辅助 对心脏和肺脏进行复苏 当晚10点50分 命悬一线的赵女士生命体证终于暂时平稳 随后被转到了西安交大医抚院 此时心内科胸痛中心的医生 也做好了抢救和术前准备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 赵女士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事发当天是大年初十 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 有的刚走下手术台 有的正在参加亲友聚会 有的下班刚回到家 但是接到支援任务后 大家都没有犹豫 迅速赶到了患者身边 那么来说呢 我们也是希望 每一个家庭来说呢 他都成员的不会有缺失 那么父母呢 永远和他孩子在一起 孩子呢也能 一直有他的父母在 春节的过法有千百种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 希望自己的春节 是在这种忙碌的过程中度过的 但是对于这些 医护工作者来说 他们别无选择 我们向他们致敬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啊 交通安全的问题 2月7号晚上的6点多 重庆市某岔路口 一辆大货车失控 冲出了护栏 那车头啊 都已经悬空了 车上4人被困 其中也包括两名儿童 情况一度非常的危险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货车车身停在公路上 车头部位悬空 距离山底40多米 驾驶室内有4个人被困 其中有两名儿童 由于当时正在下着雨 路面湿滑 货车随时可能出现下坠 在勘察地形后 救援人员决定利用 抢险救援车掉币进行救援 随后 一名携带安全吊带的 救援人员被掉币 送到了货车驾驶室外 由于被困的女童十分害怕 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她 一边给她系上了安全绳索 随后 在掉币的帮助下 救援人员很快将 第一名女童安全带离驾驶室 随后采用同样的方式 救援人员先后将其余三个人救出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昨天是元宵节 让爱团圆安徽公安机关 帮助被拐儿童认亲活动 在安徽省公安厅举行 活动的现场 我们的记者见证了四个离散家庭 重新团聚的感人瞬间 2月11号 让爱团圆安徽公安机关 帮助被拐儿童认亲活动 在安徽省公安厅举行 在认亲活动现场 四名曾经的被拐儿童与家人团聚 他们和亲生父母的别离最短的20年 而最长的已经有40余年 所以拉着儿子的手一起吃元宵了 据了解2016年 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 按照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的工作部署 严格落实打拐工作机制 积极回应群众的期待 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少女失联事件 以及群众找孩子的问题 均进一步加大了相关工作力度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 对每一个家庭来说 孩子丢失被拐 就是灭顶之灾 我们作为国安机关 郑重向广大人民群众承诺 不论多难 我们都会接近全力 让离散的亲情得以团圆 安徽省委省政府和省国安厅 对打拐反拐工作高度重视 认证贯彻 国安部的有关部署要求 采取措施 严厉打击 严密防范拐卖犯罪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整体的打击的成效 是在全国具前列 本次认清活动 得到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的大力支持 活动不仅让四个曾经的离散家庭 得以重聚 还让其中的两个困难家庭 感受到了更多的爱心温暖 圆梦基金是15年8月成立的 当时的背景就是依托央视等着我栏目 他等着我栏目 找到这些亲人以后 他有的非常穷困 找人这件事主要是依托公安部门在做 还有志愿者在做 但是他解决了贫困问题 生活问题 他没有一个渠道 那么在这过程中 我们也会对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 进行一些救助 我们是希望这个家庭 在找到亲人以后 能够逐渐恢复正贵 就变成一个像完整的家庭一样 开始正常的生活 慢慢的就是能过上 比较幸福的生活 活动最后 四个家庭收到了主办方赠送的 寓意团圆的汤圆 虽还未入口 但相信他们心中的滋味 已经格外的香甜温暖 愿所有的离散家庭 也能够早日团聚 来看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R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和我们联系 王小琴 女 1983年左右出生 1989年左右被拐卖到甘肃省康县 体貌特征 两个发旋 左侧臀部有一块胎脊 鼻梁左侧和下巴上有疤痕 记得自己叫小琴 哥哥叫小军 妹妹叫小红 爸爸妈妈都是警察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 支援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 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下面进入热线故事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共同关注了一起 母女相继被拐的案件 被拐卖的母亲小丽 已经被成功地解救 可是小丽的女儿 仍然是下落不明 女儿究竟去了哪里 她能够被解救出来吗 我们在观察 也在思考 当我们穿透事件的表象 就会发现 在社会的点点滴滴中 在生活的分分秒秒里 有一种立场 始终值得坚守 有一种精神 永远在我们身边 母女被拐天各一方 警方千里寻人 这是害怕小孩子 糊涂母亲 是有意还是无知 求女心切 是收养还是拐卖 浙江海盐 警方千里巡回 被拐母女 热线十二 即将播出 2016年2月19日 家住浙江省海盐县 沈当镇的小男 突然接到了 失踪半个多月的女友小丽 发来的求救消息 称自己被拐卖到 云南省镇雄县牛场镇 小男立即向沈当 派出所报了警 在浙江和云南警方的 共同帮助下 将小丽成功解救 但一家人的心情 却十分沉重 此时小丽的孩子 仍然下落不明 回到浙江后 小丽一家人 立即前往海盐县通圆镇 派出所报了案 接到报警后 警方高度重视 决定立即启动立案侦查 希望能尽快将孩子 解救出来 通过对受害人小丽的询问 警方得知 将小丽及其女儿拐卖的 正是犯罪嫌疑人高某 然而 面对警方的询问 高某矢口否认 自己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行 便称自己是中间人 介绍方 警方认为 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孩子的下落 尽快让孩子 回到父母身边 在对犯罪嫌疑人高某的 审讯过程中 警方得知 小丽的孩子被高某 卖给了曾在一起做 服装生意的合作伙伴赵某 而赵某现在也居住在海盐县 警方通过公安系统 查到了赵某的户籍信息 经警方调查 确定了赵某服装厂的具体位置 警方决定 在赵某的服装厂附近实施蹲点 最终将赵某抓获 并将其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询问 当时抓到赵某的时候 赵某还表现的是 比较的疑惑和不紧 因为他自述说 他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也并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在警方的询问过程中 赵某承认自己曾经受养过一名女童 但却坚称自己的途径是合法的 也征得了孩子家人的同意 那拐卖叫我认为 什么叫拐卖 就是说他父母不是经历的情况下 把小孩子给卖掉 这个叫拐卖 这是他父母在自愿的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不叫拐卖 据赵某交代 原本打算收养小孩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远在新疆的二姐 因为距离较远 所以才帮二姐代为交涉 随后赵某将其二姐的联系方式 提供给了警方 警方立即与赵某的二姐取得了联系 他二姐说现在在的 现在这个小孩子跟我生活在一起 赵某二姐听到民警的叙述后 感到非常意外 虽然孩子并非自己亲生 但经过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 两人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警方向赵某二姐讲明了 其行为是非法的 并且现在孩子的家人 想要将孩子要回 希望其立即将女童送回浙江 然而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送花孩子的过程并不顺利 因为路途遥远 而孩子只有一岁 根本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 警方建议赵某二姐坐飞机将孩子带回 但由于孩子并没有出生证明 因此无法乘坐飞机 通过努力 警方找到了当时孩子出生的医院 为其办理了出生证明 并且将出生证明游递到了新疆 就此孩子才得以坐上了返回家乡的飞机 最终在联系到赵某二姐的四天后 女童终于与家人团聚 孩子蛮开心的 从今以后好好带她 去哪里都不认识的人 就别给她送花 孩子被顺利解救 浙江警方终于输了一口气 而赵某的二姐因及时归还女童 并未对其实施人身伤害 同时也对女童照顾有加 所以警方对赵某二姐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因为的确小孩子是最重要的 我们把小孩子解救回来 然后就开始考虑两名嫌疑人 他们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如今孩子已经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但在接下来的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涉案三方对孩子的来历 和被拐卖的过程的说法却截然不同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接着看 然而面对警方的讯问 高某依然否认自己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 并且一直声称已经得到小利的同意 根据他的供述 他说这是被害人让他进行送养的 将小孩子送养的 并不是他去把小孩子卖给别人的 而犯罪嫌疑人赵某也同样否认 女童是自己买来的 坚称是通过合法途径收养的 什么拐卖对女儿抢来的 我偷偷偷的 我抢来 这种我孩子卖的 这叫拐卖 父母至今的情况 这能叫拐卖吗 据赵某交代 他与高某有过生意上的来往 两年前他曾无意中向高某提到 其二姐经济较为富裕 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儿子 而自己年龄大了些 所以想再收养个女孩 希望赵某代为留意 本来是聊天的 说得完的 那一是兴起就这样提起了这个事 他说到时候把你留意 没想到两年后 高某竟真的为其找到一个女童 而对于女童的来历 高某并没有向赵某说实话 而是谎称将孩子送养实属无奈之举 他说我一个同学 他妹妹就是上大学 跟外边一个男的交往了 现在有个小孩子 他想把这个小孩子送掉 现在还一直不敢回家 而在对高某的审讯过程中 高某却说 自己向赵某如实说明了孩子的来历 并且使赵某在知晓的情况下 将女童收养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完全相反 因为赵某非常希望 帮二姐找到一个合适的小孩 所以向高某表示 只要孩子身体健康就愿意收养 赵某同意收养孩子后 高某相继提出 孩子的母亲希望赵某支付四万元 作为其生养女童的抚养费 赵某与其二姐商议后表示同意 当时就是说出于这个人道主义 对小孩的母亲毕竟抚养到快一岁了 包括这个精神上还是这个钱上面 肯定都有一定的损失 我们就出于这个人道主义 据赵某进一步交代 他之所以认为这样的收养是合法的 是因为其在收养女童的过程中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曾经与受害人小丽签过一份协议 写这个协议就是说 因这个小孩子母亲父母 没有这个抚养能力 将小孩子寄养给别人 就是说在我们经济条件 我们经济条件 引起的情况下 把这个小孩子寄养给我们 就这样说 由于赵某不愿与小丽见面 因此小丽签署协议时 赵某并不在场 同时赵某将钱一次性交给了高某 希望他代为转交 据高某交代 小丽在看到协议后 并没有提出异议 主动按了手印 但在小丽口中 却是另一番描述 他之所以会按手印 并不是自己的意愿 而完全是出于高某的强迫与威胁 而关于这四万元钱的去向 据高某交代 将协议交给赵某后 就与赵某分别 并将钱交给了小丽 然而小丽却对此事完全否认 面对受害人小丽 与高某两方提供的两份 存在巨大反差的口供 警方产生了疑惑 两人究竟谁在说谎 就是双方到底谁在说谎呢 来看警方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与此同时 警方在与受害人小丽的接触中 有了新的发现 有时候思维逻辑不太清楚 表达也不是很清楚 他只有在亲戚的陪同之下 才能够完整和顺利的 将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 表达出来 后来在对小丽的采访中 我们才知道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在小丽小的时候 曾经因为一次注射 留下了脑部的后遗症 从那时起 小丽的精神状态就时好时坏 我一听她妈妈说 她小的时候 打了个针瘦的 她就是离得自己的脑袋 都要在那个场上撞 她发的时候 她收获都不行的 有一次我们在身边 脑袋就装上那个船 装了几个鸡蛋 而另一个后遗症就是 导致小丽心智发育并不成熟 非常容易相信他人 也容易做出 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很容易相信别人 不管你是说事实不是事 她都是相信的 后来就是别人说 要么你到我这里来 做什么做什么 她都相信的 她都是这样的 她转换你挺差的 考虑到这一情况 警方怀疑高某正是利用小丽心智上的弱点 对其进行诱骗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警方得知 高某平时人际关系较为复杂 并且经常哄骗他人钱财 他经常骗女人的钱什么的 他是有两个老婆可能是 然后那两个老婆就经常吵架打架 然后他有时候会就是骂那两个老婆的 经警方调查 高某长期处于无业状态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并且沉迷赌博 犯罪嫌疑人高某平时在通源镇上 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 平日里也是游手好闲 经常出入于各个棋牌室之间 最终高某承认 之前从赵某处得到的四万元钱 已被他挥霍殆尽 鉴于此警方认定了 高某管卖妇女儿童的罪行 并对他提起公诉 经公安机关查证 嫌疑人高某有过三次犯罪前科 两次为盗窃 一次为敲诈勒索 其最近一次在2011年5月刑满释放 他这一次犯罪 刑满释放未满五年 所以我们警方认定他应该属于垒犯 然而在得知高某欺骗自己后 赵某表示十分无奈 更加没能想到 自己因为收养的原因触犯了法律 经过警方的批评教育 赵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由于赵某认罪态度良好 并且积极配合警方对女童实施解救 因此警方决定对赵某从轻处罚 对其采取的取保候审的惩戒措施 能够主动的帮助我们去解救小孩子 他的这些做法都是立功的表现 我们公安机关决定不予收监 给予他取保候审的机会 让他能够听从法院的判决 而关于赵某之前所提到的协议 据警方介绍 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 小丽与赵某签订的协议是非法和无效的 本案中嫌疑人赵某所提及的 他与被害人徐某所签订的收养协议 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是完全没有法律效应的 而且根据法律的规定 即使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的情况下 也不能擅自收养他人的小孩 在经历了这次波折之后 小丽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 而小男则选择了包容小丽 她打算与小丽登记结婚 共同陪伴女儿健康成长 在前不久小丽的男友小男 接受了本栏目记者的采访 我们来了解一下事件的最新情况 小男你好 你好 事情从发生到现在有一年的时间了 这样的意思 失而复得给你带来哪些变化 能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 好的 需要感谢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孩子现在的状况很好 俏皮倒戴 活不乱跳的 妻子对身体也不错 神经状态也很好 今天没有回老家 但我们也快认真了 那目前啊 海盐县人民法院已经依法 对犯罪嫌疑人高某做出了判决 高某因为犯拐卖儿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三万元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连线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杨延超 杨律师你好 超东你好 对这个判决结果您怎么看呢 对 这又是一起拐卖儿童的犯罪 我们看到法院也依法做出了判决 那么拐卖儿童近些年来屡禁不止 我以为啊 立法和司法有必要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儿童是什么 是父母的心头肉 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拐卖儿童是什么 它意味着对一个家庭的毁灭 我们知道很多财产性犯罪 比如说盗窃和抢劫 法律都会给予严厉的处罚 那么对于一个家庭的损害来说 拐卖儿童很显然 它对家庭所造成的创伤更大 所以法律有必要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所以我们说近些年来 我们要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 我以为非研法不足以警校友 非研法不足以惩犯罪 我们有必要为我们的儿童构建一个更加权威 有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的环境 好 我们再来说说赵某 这赵某面对我们记者的采访的时候 多次提到了 自己以为这样做收养 这么收养是合法的 那么其实呢 杨律师您给解释一下 他这肯定是不合法的 他不合法不正规在什么地方呢 对我们说收养法律是允许的 那么他需要双方自愿 签进收养协议 符合收养条件 并且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 但我们说收养可以 但收买就不可以了 有一字之差 两者有本质区别 保案当中是典型的收买儿童 收买就构成了违法甚至犯罪 而我们刑法上还有专门一个罪名 就是针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构成犯罪 在这类犯罪当中 我要特别强调 我们除了要一方面 加大对拐卖人员的打击力度 对于收买的人员 也要加大对他的打击力度 要知道 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 收买甚至可以认为是拐卖之源 所以我认为对这类犯罪 我们在强调说在解救的时候 他有从轻处罚情节 要考虑这些情节 但同时要加大处罚力度 我们强调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 还要反思全社会对儿童保护的追购 尤其需要关注那些家庭缺失 甚至监管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儿童 我们要加强社会福利院的建设 那么对于儿童 全社会共同努力 去营造一个健康 有序良性的发展环境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杨延超教授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也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年男子惨死家中 头部大约有四五十处伤口 身下有一大堂血迹 嫌犯自首竟是死者亲生父亲 那个谁的把子就打死了 我没法了 七寻的老人 为何对唯一的儿子痛下杀手 四川岁林 古兮老人沙子 村民请求轻判 热线十二明日播出